中秋連假又有新的民調出爐 這是2024總統大選美麗島電子報 上個星期六釋出的最新數據顯示 如果是撒卡都的情況 賴清德支持度提高到39.4% 將近四成 而侯友宜是23.5% 柯文哲19% 但如果加入郭台銘之後變細卡都 這個結構會不一樣嗎 其實好像差不多 因為賴清德依舊是36.6%居冠 侯友宜一樣第二 21.6% 而柯文哲則是16.2% 郭台銘拿到了7.1%的支持度 而且經過交叉分析比對之後發現 賴清德現在在各個年齡層 已經全面領先了 原本他被認為比較弱的年輕選票 似乎也超車柯文哲 尤其在20到29歲的區間 領先柯文哲將近15% 在30到39歲的區間 更是超車柯文哲將近5% 因此外界都認為柯文哲在台北市這邊 年輕選票似乎流失的蠻嚴重的 因為針對地區來分析 賴清德在台北市的支持率有31.1% 但是柯文哲只拿到13.7% 而侯友宜有29.6% 等於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支持率不到侯友宜的一半 算是慘輸 這個數據也讓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說 跌破眼鏡 因為畢竟柯文哲當了台北市長8年 怎麼會輸給侯友宜呢 似乎他在民調上頭沒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但柯文哲卻始終主張藍白要比民調 也讓人看不懂 而事實上柯喉兩個人現在也紛紛輪流展開訪美之旅 像是柯文哲昨天就啟成第二次訪美 美西產業之旅一共五天快閃 先前往矽谷了解高科技產業發展 然後再到全球知名智庫胡佛研究所來拜會 還會參訪美國教育科技公司 看一話如何帶動教育平權 而至於柯文哲他現在認為雖然已經倒數100天就要選舉了 但是政治不是生活的全部經濟才是根本 而侯友宜比他早一步 9月的時候訪美8天7夜 走遍了美東美西4個城市 也拜會了16位美國聯邦參眾議員 並出席了重量級的智庫座談會 也拜訪了AIT總部等等 這場面試到底誰比較占優勢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CMN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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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